下面第四个问题 弟子家乡 北林黄河 每星期都有放生 有几个问题 请教老法师 第一个 现在放生的余力 大多都是人工饲养 并且黄河水受到污染 并不适宜放生 尤其是讲这不是放生是放死 但也有人讲 总比被人杀死强 还可以做三归一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佛法讲 用心不同 如果我们的善心 放生之前 给他做三归 给他念佛 劝他 归一三宝 劝他 归一阿弥陀佛 求生希望极乐世界 真诚的愿 也能够跟他 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去这么做是正确的 是好的 至于 水污染 不适合这个水做的生存 这个要考虑到 你要找适当的地方 去放生 舍在找不到呢 那就没有法子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放生呢 是越来越困难 在国外也不容易 国外是水清洁的水 它不让你放生 为什么呢 你染污了水源 政府有精灵 不需苦 所以现在我们换一种方法 就是 尽量劝人 护生 劝大家有爱心 吃素 吃尝素 不傻子 爱护动手 这是好死 那么提倡呢 做饮 这个餐业的 这些朋友们的时候 都开素食馆 全人吃尝素 那素食馆里面呢 还要播放一些英国的故事 甚至前贤的佛经 他进素食馆的时候 给他这个机缘 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 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那么大量的应送 关于爱护动物国 这些书籍 像冯自开的 这个护生化集 我们就印得很多 这个都是 劝导使人主 不吃重层肉 其次一个问题 他水中的泥丘 生命力比较强 容易成火 因此大家呢 买泥丘放得多 结果是泥丘的价格上涨 抓泥丘的人也增多 有人认为 放生带来更多生命被抓 这是毁坏生命 但是我们不买来放生呢 就会被人杀掉 到底怎么办 这个要有 这个要有智慧来处理 放生是好事 你不要定的日期 我哪一天走发会了 通知这些捕鱼 捕虾的人说 我要放生了 你们大量去捕 这可不是放生 这是杀生 这是害种子 这些捕啥的时候 他今天有生意 他拼命去捕 多赚一些钱 错了 放生 是不定期的 也不是可以的 佛教我们放生 你平常到市场 你去买菜 偶然发现 有活的这些动物 你细心观察 它能活得下去 你去买它 如果它受了伤了 它活得不久了 你就给它念三皈依 你就给它念佛回向 为什么呢 它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所以得有智慧 否则的话 那就变成古德所说的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你没有智慧 你的慈悲 反而造成祸害 让这些人到处去抓 这就错了 死随寺庙在庙会的时候 不要放生 不要在寺庙的庙会 为什么 这是那些 抓这些动物的人 他们注意的交调 你们常常庙会的话 只要有庙会那一天 打听到 就拼命去抓 所以这是错误 放生还是不定期的举行好 有庙会 就会有庙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